吴伟雄夫妇真的在一起了吗?攀帅的采访到出真相 随着中国真人秀市场竞争的愈演愈烈,CP组合俨然已经成为了节目收视的一个重要保障了 过去一年除了我们熟知的陆坛和热巴、邓伦和李沁之外,最受关注的当属潘伟柏和吴欣组成的吴伟雄夫妇了 原本小编以为啃过维尼夫妇这盘大瓜,又被大表姐和小时弟弟虐过后,内心应该不会再起波澜 但是在朋友的安利下,还是掉进了吴伟雄的大坑里 虽然是一样的真人秀桥段,有包袱,有抽突点,有转成 但是吴伟雄夫妇的相处模式却让人感觉不出任何眼的痕迹,无心的演技在深夜时旁真的刷新过我的三观 完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小情侣该有的样子 但是自从节目结束之后,除了快乐大本营的一次合体意外,便在也没有后续报道出现了 而潘帅明显的态度变化也不禁让人感觉吴伟雄夫妇可能要画上句号了 之前潘帅在接受某综艺节目采访时被问道,如果流落荒岛,只准带一个人他会带谁 潘帅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回了句小叮当,而不是大家都期望听到的两个字,吴伸 无独有偶的是,在一个月之前,潘帅回到台湾做一个访谈节目聊起吴伸的话题时 也是支支吴伍,不禁对二人关系闭口不谈,甚至最后迫于无奈才说了一句在更深的认识中 这种韩国官方澄清明星绯闻的套话拿到中国来说似乎也可以行得通 但是最让人意味深长的还是这段采访,潘帅首先表示了自己最近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异性朋友,但是朋友归朋友,与两个人在一起那是两码子事情 在采访要结束的时候,记者抛出了重磅话题,听说你的老婆是吴伸吧?结果没想到潘伟百直接怒了 不但直言自己没有老婆还称记者乱讲,与吴伸关系真的是有问题 作为热恋中的小情侣互相有爱称是在正常不过了 但是潘伟百这种强行解释难免让人猜测,是不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正派女友误会?毕竟之前有媒体报过她有女朋友 如果说潘帅的表现还不够明显,那么杜海涛作为无亲的闺蜜,在面对记者询问二人最新进展上一副受惊的样子 大呼,这我可不敢乱说让人浮想连篇外 在大本营上当著潘帅的面说到希望有更多的人保护无心就有点尴尬了,如果潘帅和无心有一项发展的话 最后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缘分这种东西难说,即便做不成男女朋友,当个能互相交心的朋友也是不错的 这部,潘帅在为自己4月21日北京演唱会忙得憔悴不堪求安慰时,评论区就惊现了无心的身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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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